我想就是说永和在市场发展 它是以两个业务在做 我刚刚说过最早我本来是做商品的 断与而归 所以后来做门店的发展 那门店发展到目前来讲 我们有500多家的这个连锁店 那在商品 大家知道现在我们有这个永和豆浆粉 这豆浆粉我们是在五年前 我们在这个黑龙江那边设厂 来开始做这个永和豆浆粉的商品 那这个商品来讲的话 我们刚开始 其实也是借用我们永和连锁店的知名度 打入通路商 比如说卖场 他们就很快的就接受永和豆浆这个品牌 因为在他们心目中 永和豆浆就是很有名的 所以说进场的条件 永和相对的比较优惠一点 优厚一点 这是永和的这个机会点 当然上架之后 消费者也对永和这个品牌比较不陌生 所以说在只要有上架 买永和豆浆的也是这个是接受度很高 所以做永和豆浆粉这个产品来讲 我们都是在不断的这个增加产能 然后满足市场需求 所以刚开始我们根本就不用广告下 就能够达到超过我们生产线的这个生产能力 所以我就说在口碑相传 从连锁店的影响力到商品的影响力 整个不断的成长起来 那我想在两年多前吧 我们觉得我们要就是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形象代言 我们请了这个美容天后 大埃使来代言永和豆浆的产品 我想当时大家也就 永和为什么会请大埃使做代言 我觉得大埃使他本身是一个 很注重养颜美容的一个艺人 然后他是这个吃素吃了十几年 也就是说他吃素他代言 他本身是天天喝豆浆的 而且对我们永和豆浆本来就是情有独重 所以说代言永和 觉得说是一种实至名归的 所以说他当时就 这些永和的代言 相对的比一般的代言条件都还比较好 而且他代言我听这个小飞讲 小飞也是跟我吃饭聊天说 哎呀你这代言的人还真是那个 不只是代言而已 就是说天天自己喝豆浆而已 还影响王小飞喝豆浆 他妈妈喝豆浆 就是说这种是实至名归的代言 是比较根深 不像一般很多演艺人代言 他只是代言而已 所以我就是说我们选择这样子的人 对我们品牌的加持 以及实实在在的让消费者认同 所以说这是我们 开始有做这个广告投入 第一个的代言人 包含当时我们在 那个广告片 在几个卫视灯的时候 这个都造成很大的影响力 然后也很快地赶快下这个停档 因为这个缺货缺得很严重 这个这个因为产能的不足 因为这样子情形下 我们后来谁说很多人说 你这代言人的广告很少看到 我们不敢打广告 这个是我们在不断又投入生产线下 才建立这个市场氛围起来 其实我就说过 在永和豆浆来大陆发展 它是组合台湾两个业态 一个就是说 我不知道现在人 很多人去台湾的话 他会看到 台湾的永和豆浆都是小作坊 可能就是卖豆浆油条 一些早餐跟宵夜在使用 中餐晚餐是没有 没有消费的 没有营业的 那我们是把台湾的这种豆浆 早餐宵夜结合中式快餐 这个台湾有这种快餐 这种的是中午跟晚上 专门提供这个快餐便利的排骨饭 接这个鸡腿饭 或者卤肉饭等等这些 我们就把这个综合起来 开的这个满足消费者需求 所以说我们在门店的这个产品 这个诉求里面 它不只是早餐消夜的产品 大家早餐消夜 它不会吃什么大鸭大肉 它就是豆浆油条 比如说是烧饼 比如葱油饼 比如说包子 这些煎饺锅贴等等这些东西 那中餐晚餐 更多的可能消费者是需要是这个套餐 或者牛肉面这些产品 所以我们也有牛肉面 有蛋仔面 有这种面食 也有这种快餐的便当等等 满足消费者不同时段 有这种不同的这个需求 当然它这个各种时段里面 豆浆就是它最好的饮品的搭配 这是永和在菜单组合里面 在不同的时段里面 有设计不同的这个消费需求的产品 永和 我说过这个我有这个九个字来定位 中国风台湾味两岸情 那我说中国风台湾味就是属于我标准的产品 原来有台湾这个主打的这些系列的产品 在我这个体系里面是有七成的比例 这七成就是一个标准的每个店都有 但是有三成叫做两岸情 就是地方味 就是本土化的东西 比如说在山东 它增加一些山东人喜欢的面食的产品系列 导入进去 那这些门店虽然它是加盟的 那么他们就要跟公司申请说 我要增加哪些品项 我在当地来这个经过我们的审核通过 然后它可以运用 这样子的模式下 就变成说有有统一的产品 有地方的产品 它的比例实在三七比 我觉得不一定 就是说当你定位明确的时候 你卖的产品是要满足它需求的 其实现在永和是在当时 是最领先的 但是以现在来讲 可能大家很多的消业习惯性 可能有更好更多的选择性 比如说避风堂 比如说现在是那个什么州 那个什么包州 潮市包州 现在很多都还更高 因为这种客单价更高 很多觉得说更高级的去享受 但是永和目前在这个阶段里面 反而它是比较平价化的一个 大众的一个消业市场 所以我觉得是不同阶段 有不同的任务诉求 在当时应该是 消业的集中焦点 那在目前来讲比较普遍化 我觉得普遍化 但永和不是说 大家都做这个 比如说包州的 那我也去做包州 我想人家包州 有包州的专业店 我想这个 你没有办法把市场都分食 只有做你专业的自己的 你一样做好 那我说就是说 做24小时 其实它是双刃减 你的定位清楚 你可以满足你消业市场 的消费者需求 你定位不清楚 那你可能你做消业 没有客人会来 那没有客人会来 你还增加夜间的这个成本 能力资源 所以说这要看你怎么换算 我们是用这个时间来换取空间 那有些不对的地方的时候 你用时间反而是增加你的成本 所以说这是很多餐饮 未必它都适合去做消业 那我觉得目前也有少数的一些火锅店 它可能在这方面 有做得很好 它定位锁得清楚 有的这个反而也有做消业市场 那我们在上海也看到 比如说有一些做小龙虾 也是一种时尚年轻 休闲的一种消业的行为 它你说其实吃这消业 其实很不健康的 麻辣在这个半夜去吃这些东西 都是那种麻辣的东西 其实以健康来讲 这是比较不理性 但是以时尚时髦来讲 这又变成是一个年轻族比较时好的 那这些就是专业的这个消业市场 我想这是每个消费群体 它不同的需求下 切割出来的一个消费市场 那就我们永和本身来讲 我们还是做好自己 不要很多人就觉得 哎呀 人家做这个 你为什么也做一个 那我就说 你不要把一个自己的电脑 弄得似乎像 你就是你 你的群体 你的市场定位 能够满足你的 这一群人的需求 我想是比较正常 我想门店它也是要不断地放心 满足消费市场的需求 那现在就是说 我们除了本身自己的产品 在门店消费服务之外 我们会增加一些作为商品 消费者可以带回去使用的 我想这是未来一种消费 快节奏的时候 有时候你快速使用的产品 带回家自己很简单的操作 就可以满足 比如说我们最近想 这个已经研发都做好了 会大量做一个生产线 比如说油条 大家知道油条 传统都是要在油炸等等的 家庭自己要去加热是很不方便的 那我们现在最近要做一个这个生产线 生产出来一个叫做 我们叫做烤油条 可能这烤油条它就很方便的 消费者除了在门店吃以外 他可以买我们冷冻食品 自己在家里随时想吃的时候 他就可以自己烤油条出来 然后再泡一杯永和豆浆 我们现在豆浆粉在消费市场里面 已经算是认同度很高 很多消费者现在都会知道说 自己买的随时要点心喝豆浆 冲泡一杯非常方便 而且他可能是说 他比现磨的都好 我是说未来消费市场的趋势 我们现在在颠覆消费者 让消费者认同 我想这是要有一个过程 比如说我现在说 我们永和在引领市场 我们为什么在东北 要做这个种大豆 种这个飞转基因大豆 然后我们在东北也生产这个豆浆粉产品 我们这种生产线的工艺 我应该可以说当今做豆浆是最好的工艺 它能够把豆浆的不好的元素去掉 把好的精华提取出来 我想在过去大家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不知道我这样简单讲一下 比如说传统做豆浆的流程 最少你要泡大豆 泡大豆它的时间跟温度 有一个比例 温度越高时间要越短 温度越低时间要长 但是传统的观念 大家都只泡一个晚上 所以有时候温度高 你泡一个晚上泡过头了 这豆已经发酵了 发酵的大豆做出来的豆浆 就已经是直变了 喝的都对身体不好 然后如果泡不够的话 豆浆走出来又很淡 所以说这是传统过去 大家不是很了解一下一些问题 那我现在的这个工厂里面 它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呢 也就是说我的大豆是经过烘干 烘干之后把皮芽处理掉 那就变成那两片黄豆仁了 大家知道皮芽本身就是飘零 比较多的都在皮芽上面 那我们去掉同时又把这个飘零去掉 所以通风的朋友可以喝我们这个产品 然后我们在生产线里面用热水加上 在一秒钟里面把它破碎 也就这两片黄豆仁会变成小米粒一样大 就一秒钟加上这个热水 我刚刚说温度跟时间有关系 所以我这是高温的温度 在一秒钟下因为我把分子切割成小米粒 所以它一秒钟就怎么样 就泡好等于就是泡好了 然后就自动化就去研磨出来 所以说我的营养不流失啊 你在泡豆的时候 其实这个泡豆的水啊 就变成是黄桶水 其实里面含有很多 异黄桶软磷子都流失出去了 那我们能够做到这样不流失下 在生产线里面做出来 在经过我们的高温的散针下 又提取它大多的自然香出来 所以很多消费者说 哎呦这个 这个豆浆 我自己做怎么做不出这个未来 你一定是加了什么香料 所以我在前年那个豆浆门事件里面 我就说过嘛 如果我的豆浆里面 我说原味豆浆 如果有添加剂 我赔赏一百万 我想这是我对我的产品很了解 我敢说这句话 不加色素不加香料 不加黄斧剂不加蒸愁剂 都是真材实要在做的 我想永和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诚恳实在让消费者安心信赖 这样子下 我做豆浆主力的主流产品 我把核心价值做出来 接着油条我要创新 我做烤油条 在六年前我们永和就已经第一家 独创这个无铝健康油条 大家知道油条 传统几千年来做都加了叫做这个臭粉 臭粉它是有含铝 对身体 吃多的是对身体不好 但是因为中国人爱吃 所以没办法 所以我都跟朋友讲油条是好吃 但是也不要吃太多 那现在我们油条又提升一步 大家知道油炸的产品 还是热量高 那我们尽量把它做到热量低 那怎么做 我想我们现在的工艺研发出来这个油条 当然它也是有经过油炸的程序 但是我们在处理上 让它含有量降低 然后在消费者要用的时候 用烤箱烤出来 增了一个烤箱的 增加了烤箱的这种香味 然后又不失风味 而且就是 就是说含有量可以降低 对大家对油炸产品来讲 又增加一个安全性 所以我说主流产品 这我一段一段的不断的去突破它 突破传统去颠覆 让消费者去把过去的思维要改变 这是一条比较辛苦的路 但是我觉得是企业正道的发展 我觉得无怨无愧 虽然辛苦 但是我觉得这条路一定可以走得很顺 包含我们现在很多国外的朋友 想跟我们合作开店 或产品 我觉得将来国外的开店 就是我的豆浆粉最方便 加上我的冲炮机 自动化 标准化 简单化 是别人所有现磨豆浆做不到的 这是我想我核心的 简单说这两项的 所以说未来我们门店除了门店销费 我会有一个橱窗 卖永和的半成品 永和的这个系列商品 让它你在我们门店享受到的东西 其实你可以买这些半成品 回家自己加工 很简单又实惠就可以享受到 这些是我们在不断朝这方面去做的 我觉得这个中国餐饮 其实它是很复杂的 我们说中国人你看看 这个南乡北味 众味难调 所以你没有办法做到 这个全国统一标准的一个流程 所以说它除了标准化 你要要区域化 所以在永和来讲 它有分为这个大区块 比如说我们在整个中国 我们是总部在上海 但是上海我们同时 有一个华东市场的总部 然后我们有在天津社华北总部 在深圳之后华南总部 那它这个区域总部里面 在区域的口味上 它有做一些 这个满足区域市场的需求 但它从这个 我就是说 从传统中国餐饮来讲 它要做的一个是民店的话 可能它就是用传统的模式 做到很接受认同 但是你要做一个连锁发展 能够做一个品牌规模化来讲的话 我觉得它可能就是在工业化的基础上 要下功夫 所以说很多餐饮企业 当它做到一个 这个比较稳健成熟的时候 它不满现状的时候 它一定要去做工业化的发展 我觉得这是当前餐饮业 在不断 就是说从我们说 餐饮业比如说它是第三产业 它是服务业 那它要延伸到这个标准化工业的时候 它是怎么样 是第二产业吧 叫工业化的第二产业 但工业化第二产业里面 很多产品的源头 怎么办 你又要延伸到第一产业 农业化 比如说从重产销一体化的这个循环 是当前做餐饮来讲的话 重重之重食品 卫生安全可追溯的 所以这一些来讲 我想很多餐饮做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他们就在这方面很投入 比如说我说这重庆的陶兰居 我就很敬佩那个严董 他们自己在餐饮做到一个程度 他们自己很多产品 他自己有工厂 比如说他重庆 他们泡菜 还是他们淹什么 他们自己有一个专业的工厂在做 他们自己也有这个 做种菜基地 种麻辣的基地 然后种这个什么养猪基地 那当然我是说 做一个餐饮业者 他未必说这些样样精通 但是至少你要找专业的来合作 那你有专业的合作价值的时候 比如说你租好了 我的规定是要求怎样子的 那彼此是共用心在这一块 可能就不会有这次这种租的这种什么事件 这就是我觉得说你可追溯的安全系统 它很重要 为什么现在大家消费者对中国的豆浆大豆 大家都很恐怖 就是说这基因的问题 我说我们永和豆浆为什么基地会设在东北 我们就是在东北种植飞转基因大豆的原产地 把中国原产的大豆作为这个种植好之后 在当地来加工做成豆浆粉 然后销售出来 我想这是我们跟农肯局有一个合作契约的关系 我们要的品种 所以说从种植开始我们就在这个源头上做规范 原生态的飞转基因的十几号的品种 然后从这样子的种植开始到施肥我们都要要求 我们不要用什么不好的这个肥料 那这样子就是说你在源头上是可追溯的 你在生产的产品批号都有这些 这里面20万亩基地里面的这个 什么时候收成的什么时候使用的 我想这些都是你源头有把关 然后你至少你做到没有去买一些误差的产品 我想在前两年那个黑豆浆 黑豆缺货的时候有一个工厂 他在向外采购了一批黑豆 看起来都没两样检查也通过了 但去泡的时候就就使用的时候发生一个现象 水都变黑了 而且他当时黑豆的价格比黄豆要贵一倍一两倍 所以说他们用黄豆去染黑 然后变成像黑豆一样 所以说你这个不可想象的事情都会碰到 所以说这些都是你在源头把关 我觉得很重要 所以在我们觉得豆浆是永和的命脉 所以我们从这样的源头去做起来 甚至说我们在国内并没有做这个非转基因认证的一个制度 我们自己把产品送到瑞士SGS单位去帮我们做非转基因的认证 我想这都是我们对消费者负责的一个行为行动 这就是我们在可追溯范围内我们很清楚 不像外面你去采购大豆 可能采购大豆你说是转基因的或非转基因的 有时候都会被蒙骗 我想这是目前在源头上 它都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所以说餐饮业它也是一条不归路 你开一家店小店没问题 但不什么样的也没什么 当你做大的时候 你一个不小心你就会遭灭顶 所以说你要往前塑去规范去发展 所以这个作为大的连锁体系 它真的都要从源头上 从第三产业到第二产业到第一产业的 这种重产效益体化的延伸去努力去发掘 这样对产品的可塑性 它就比较安全一点